山河锦绣的故事发生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,该剧在央视一套独家播出,仅仅播出两天,收视率直接冲上了黄金档的第一名。 除了收视率出众之外,这部剧的口碑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,甚至连四星,三星都不多见,评论区被五星好评刷屏。 这部剧可以说是现象级的爆款剧,之所以这么好看,有两点原因。 聚焦真实的农村,故事皆地气。 山河锦绣,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两个村子,一个是姓柳的柳家亭,一个是姓赵的半山村,这两个村子紧邻但是关系见满弩张,谁火不容。 一场泥石流淹了半山村,半山村的人躲栽到了柳家亭,随后政府决定两个村子合并,赵书和当村之书,柳大满当村主任,这两人在好兄弟傅县长国文的带领下,帮助这个穷勾勾村庄脱贫致富。 该剧将镜头聚焦在了中西部山区,讲述的是山区人民如何从穷苦变得富有的故事,这部剧给人的感觉真实,朴实,接地气。 从已经播出的剧集来看,剧中的故事饱满立体,不悬浮。 剧情一开始就通过远景,来展现这两个困在大山里的农村的真实模样,一辆拖拉机走在泥泞的山路上,瞬间将观众的思绪带到了九十年代。 不管是剧中的相关陈设还是身着的服装,道具都很细致。 就连孩子们在上课,门口还有山羊在乱窜,这些细节都和生活过的九十年代几乎一模一样,看到剧里的场景就像是看到了小时候。 这部剧为了还原最真实的情况,导演组更是长途跋涉去到了多个省份,采访当时的贫困户,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,力图还原真实的扶贫致负过程,保证该剧的严谨性。 同时,这部剧在叙事上也很有张力。 两个村的村民见面就吵,男生女生不能相亲,不然会被人耻笑这些生活细节,来展现两个村民之间的长久斗争, 政府在发放救济粮的时候,柳家平的人还偷偷拿,不让半山村的人打水喝,半山村的人害他娃娃在校被人欺负不让孩子上学,等等细节丰富了两个村子之间的紧张气氛。 另外,主角之间的故事也很有看点,赵叔和柳大满在两人随时一把手,二把手的问题上,生了嫌隙,心事率真的赵叔和担心柳大满心中有怨气,不好好配合工作, 还在头疼的时候,国文县长带着乡长就来了,告诉柳家平的村民,为了补偿柳家平,县里将二百亩的水交地分给了他们,一场危机顺利化解。 河村是这部剧的开端,接下来会为了分宅基地,修大坝,种植农作物等更多的问题而产生分歧,大家在摸索中前进,摩擦中努力。 可以说《山河锦绣》是一部优秀的扶贫电视剧,尊重历史,剧情真切地反映出了九十年代人民的穷苦生活,为了脱贫致富而经历的种种困难,可观性很强。 全员演技派,戏骨经验四作。 《山河锦绣》在选角上也是诚意满满,主创团队可以参考《山海情》,剧中的村民都是电视剧中的熟练。 先说男主李乃文,李乃文这一次让人眼前一亮。 剧中他饰演的村支书赵书和,一件白色吊带被心一穿,一下有了上世纪人的感受。 他的身上有多变的气质,演得了职场精英,也伴得了地地道道的农民,人物塑造十分鲜明,演技也备受认可。 当赵书和察觉到柳大满因为自己是二把手心中委屈,便掉头去找副县长国文,赵书和支招自行车停在那厮索了半天,一句话没有说,也没有一个转身的镜头,但是观众知道他也跟着回去了。 赵书和到了之后没有进去,而是蹲在在办公室外等着柳大满说完事离开,这才溜进了国文的办公室,赵书和蹲在地上的时候演出了因为自己的原因,老朋友还是原地踏步的愧疚感,但是身上的担子推着他不得不往前走。 除此之外,胡宁饰演的柳大满也是可圈可点,他在帮村民做事的时候尽心尽力,同时又有着想升官的小心思,在得知自己没有升的时候直接表现出不满,并且因为这件事而看着村民胡闹不管,但是等国文一来,三个老伙计骑着自行车往小时候常玩的山上一去,聊了一通未来的事,柳大满什么都懂了,原来大家都是想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。 王雷这一次在剧中饰演的是领导国文县长,他是和赵书和睡一个床长大的,因此对这个村子有着特殊的情感,在得知村子遭灾之后,国文率先做出反应,亲自去现场救灾,河村也是他的提议,在后面的故事发展中,国文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 另外,剧中的女性角色也很出彩。 颜鼎燕饰演的老师柳秋林是一位单纯善良的农村教师,即便颜鼎燕不年轻了,但是通过眼神,肢体语言还是演出了少女感。 这个人物在剧中很重要,为了打破两村不通婚的露俗,柳秋林毅然决然嫁给了赵书和,在赵书和带领村民发展的道路上,柳秋林发挥了很重要的沟通作用,帮助两村人民打开心结,可以说是这是一个温柔且有力量的女性角色。 不仅如此,像老戏古丁永代、马绍华、张志坚、张嘉义等四位老戏古也在列,他们同样在剧中贡献了精湛的演技,虽说戏份不多,但是一出场就抓人眼球,一群人共同撑起了这部剧的品质,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中的众多配角,演艺的村民都很真实,吸引人。 山河锦绣,能够在播出两天就拿下收拾第一,既做到了有热度,又保证了好口碑,主要因为这部剧的剧情,节奏在线,给人真实接地气的感觉,更难得的是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强悍,戏骨的演技惊艳四作,你觉得这部剧怎么样?